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三位同样性感热辣的女生 为何男嘉宾态度一变再变 男嘉宾又是做了什么 让三位女生都颇为不满 又是发生了什么 让她说出这样的话 原本愉快地相亲见面 最后会如何收场 肖长都不认识她 不认识她 我的世界联系我 每天我都会照镜子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要是一个男人 我自己都快取了我自己 凡人有喜之都是演员惹的货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一男如果电视机前的单身 也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68615868 同时在这里呢 我们要感谢周志福珠宝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赞助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 来了的这两位嘉宾 一位男嘉宾和一位女嘉宾 真的怎么讲呢 会让大家大吃疫情 特别是我们的女嘉宾 相当的亮眼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 咱们这位男嘉宾 能不能够hold住他 接下来呢 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 本期的男嘉宾张鸿波 哈喽 好 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我叫张鸿波 我今年27岁呢 在轨道公司 从事轨道建设方面的工作 本期交友男嘉宾张鸿波 27岁 身高1米75 职业轻轨驾驶员 月收入4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这个哈喽是男嘉宾的执行车 我们先来敲开门 看他在那里 张鸿波 你好 平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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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们打得远的 看过来就是听情的时候 就是不好意思 来 来去我睡 来 来去我睡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来的家 我现在的时候 你去你个人 对 因为我父母上玩了 我看你们家收拾 感情是一个收拾了 对 对 对 是不是一个收拾了 你等了一下 你平时要在部队住家吗 有事要帮到父母住家的 我现在是和我们父母住在一起 然后过年买了房子 买了人花边 你自己的房子吗 对 对 对 我的工作是清规时机 然后先上班 就是上两天 刷两天 就是属于那种性质 男嘉宾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自己现在也购买了住房 他现在最渴望的 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女朋友 他的择偶要求会是怎样的呢 我的最有标准是想找一个 找一个最好的重新是组成去的 然后希望他有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希望他比较善良 然后长相方面的 然后比较甜美一点嘛 然后我自己最主动的还是 比较注重演员这一块嘛 我觉得只要是觉得对的人的话 反正啥子都愿意去了解去接触 如果看起来就得不合适 看起来如果没得啥子演员 然后你都没得啥子兴趣去了解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发展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智琳哥哥 我们今天27岁的男嘉宾呢 阳光帅气 工作稳定 还有一个大房子 我想这在很多女嘉宾 或者女性朋友来看来 那是一个不错的配偶对象 不过我也很诧异 为什么给我看 在我看来这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 到27岁呢还没有一个女朋友呢 不过在后边呢 答案似乎揭晓了 男嘉宾在他的自我介绍过程中呢 一味地强调他要找演员 在私下男嘉宾特别有告诉我们呢 他喜欢的是长发女孩大眼睛 这在我看来简直是非常幼稚 不够成熟的一个表现呀 太过外貌协会 男嘉宾择偶要求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长相必须甜美 自己要有演员 其次就是工作稳定和善良 那么今天的女嘉宾他会满意吗 红邦我想问一下你 你对女孩子的 从每个人都有一个放在心中的第一要求 你的要求是什么 我的第一要求主要是看演员吧 说白一点 你就是长得稍微微乖点吧 好 你要长得乖的 今天呢你私下跟编导交流过 所以编导呢也是从我们的各位优秀嘉宾当中选择了一位 真的是复合咱们重庆女孩子 各个优点在身上的一个人 但是我真的要批评一下你 你是平时就爱穿这种T恤吗 还好 人家女嘉宾你知道今天收拾得多美 你会让我不认为你今天是不是来送怪餐的 我知道 好好好 没有关系 开玩笑 接下来红波你就跟着我一起去偷偷看一下女嘉宾到底是谁 你可以偷瞄 她看不到你 你可以偷瞄 好 这三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者中的一位 便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她会是哪一位呢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陈潇潇 今年20岁 我的职业是演艺工作者 然后就是平时也是跳舞的舞蹈演员 然后我兴趣爱好呢 就是没事就选和闺蜜他们一起玩 因为比较疯 因为很开朗 也很活泼 而且我的笑点很低的 他们就是跟我在一起就非常开心 时不时的大家都笑一整天 然后就肚子笑疼这样子 本期交友女嘉宾陈潇潇 20岁 身高1米62 职业演艺工作者 月收入4000至1万元不等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择偶要求就是 她一定要非常的懂事 然后体贴关心我 然后就比较成熟一点 然后平时我的工作也是 就是有时候演出也在 就是各个交线或者外地 然后平时也很辛苦 我希望我之后的另一半 能够理解我尊重我的工作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可以 我也可以为了你放下 我现在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是不演出也可以 女嘉宾的走偶要求是 一 成熟稳重 二 理解自己的工作 这两点男嘉宾都符合 女嘉宾外形甜蜜时尚 应该能称作是一位美女 那么她的长相 又是否符合男嘉宾的演员 这一最重要的条件呢 你觉得哪一个是今天的女嘉宾 我觉得可能是穿白裙子那个 你觉得那你心里面最想 谁是女嘉宾 可能三个当中 可能就是长头发 看起稍微就是很符合演员 三位之中 男嘉宾对真正的女嘉宾 最有演员 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两人的见面 接下来的见面 会如想象般顺利吗 你要不要过去 跟她打一下招呼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好直戚哦 你真的是属于那种 有一点点小 小小的闷骚那种 因为我性格比较直 对 哈喽 会不会打让你们 你好 他们在人所说哈喽的时候 你一起说哈喽的时候 你当时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新的还是比较激动 激动 好 现在呢 我来正式介绍大家认识一下 张宏波 女嘉宾叫萧萧 但是是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萧萧 我现在不说 你待会自己去猜 好吧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开场呢 是因为我们的女嘉宾 平时除了从事她本身的工作之外 是一个非常爱跳舞的女孩 三个女孩呢 非常的能干 利用自己业余时间 有一个自己的舞蹈工作室 在我们重庆也是非常的小有名气 好 男嘉宾呢 我要跟三位讲一下的就是 不要看到人家戴个眼睛 就是属于斯文型的男生 人家算是一个非常有 有一个非常很有内涵的工作 你怎么傲娇得很啊 看那边 我在跟你讲 你在看那边 我要请三位非常直观地评价一下她 就是你说的那样呗 就感觉有点斯文 斯文 有点瘦 我觉得有点那种呆萌呆萌的感觉 突然觉得要把她交给你们三个 人家好可怜哦 像进了盘司洞一样 好 接下来我会给你一个任务 就是由我们三位女生 非常会跳舞的女生去跳舞 那照理工男都是属于肢体 很不协调的 我只属了 你就属于那种 太好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你会跟着他们去学习一下 最后如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谁是女嘉宾 他们就会为你揭晓答案 要的 可以吗 要的 他真的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就跟他说什么都是严谨快 好 你们可以尽情地去折磨男嘉宾 这是我们的成长 好 男嘉宾 开始吧 男嘉宾 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了一下男嘉宾现在脸上的表情 应该看到我们女嘉宾跳舞 特别是三个美女在那儿跳舞的时候 内心除了小鹿乱撞之外 一定是有一些些崩溃的 真的不知道她接下来会怎么办 我们一起在这儿期待 现在呢不要走开 赶紧拿出您的手机 点击微信发现当中的摇一摇 进入到互动电视等待识别 一二三让我们聊起来 好的都市频道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不要走开 我们精彩继续 男嘉宾你在后面学会了吗 你在后面学会了吗 学可能到学不会 但是我只能跟着他们 尽量跟着他们的节奏跳 三个女生当中你非常直白地告诉我 她们在跳舞的时候 你在谁的身上眼神停留得最久 中间这位吧 中间这位 画风变了呀 最开始投票率最高的是长发妹妹 为什么会变成中间这位 可能比较符合演员一点吧 猜错了的话五十大板 在近距离接触过后 原本猜对女嘉宾的男嘉宾 却表示对白衬衫女生更有演员 这让真正的女嘉宾在场上 也是有一丝尴尬 而接下来男嘉宾的选择 更是让气氛更加紧张 你指定一位老师教你吧 不然你的眼神一直游离在三个人 不同人的身上 就穿白衣服这位没 两个都是穿白色衣服的 就左边那个 你愿意教她吗 OK 好 两位在旁边观察 你超威乐的 我们两个我们两个走不 先把今天说话 真的行 六 七 八 嗯 这个 男嘉宾的选择 让真正的女嘉宾心中愈发不满 然而男嘉宾却并未有任何察觉 在一旁跟女嘉宾的闺蜜 是互动得十分开心 准备 走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打 八 四 不是你这样的 有一边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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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打 八 手 你的手 到这儿来了 这样 预备 预备 走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回来 然后那个需要回来 等会一下 一 二 三 四 再一次 五 差不多了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三位在旁边看到他这样跳舞的时候 感觉如何 感觉 感觉 就是 就是太僵了 你呢 我觉得 我不是跳舞的 但人家很可爱 一个男生可以放下架子 然后来学这个 我还是觉得很不容易的 你单独跳一下看一下 还是单独跳 我们给你喊拍子 预备 一 二 三 四 这个是掐了一个啥 啥在这儿 你拿了一个鸡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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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然后呢 四 五 六 七 三 八 猜死 可爱吗 你还点一下去 可是觉得很可爱 此时此刻内心的感受 感觉三位女生还是挺那个的 挺幽默的 幽默 我是觉得人家很不容易 三个女生 这么热的天 对啊 而且你想想他们平时为了去 经营他们喜爱的东西 那么值得去坚持 还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经过刚才这样的一个接触 你最开始觉得是我们的长发妹妹是 女嘉宾 然后你又觉得这个白衬衫女生是女嘉宾 现在有没有改变 谁是你心中的女嘉宾 告诉我 应该是中间那位吧 中间那位 他真的是一个好善变的人 票又投回来了 你怎么跟人家跳了舞之后 你又觉得是中间那位呢 我觉得应该是中间那位 应该是女嘉宾 好 改变吗 这个想法 改变 不改变 好 他到底为什么 一会猜是左 一会猜是右 到底谁是女嘉宾 现在我们先保密 男嘉宾 请你去到一个咖啡厅等待我们 待会儿 真正的女嘉宾 她到底是谁 去到你的身边 你就知道 中间哪一个 就是 BNC以后 长得端快来的 特别杂齐哪一个 必须哪一个 对 对 十两个吧 就一年多些 对 我下来哪个肯定不是女嘉宾 没有跟你说哪个女嘉宾 哪个是女嘉宾的 好 那这是你的财产的吗 但是我感觉 这把手都是穿裙子 你觉得穿裙子还不太好 我觉得 我觉得还一般 他说整天 他今天跟女嘉宾 是华严老板呢 会继续了解一下 对 刚才你在说 所以你看到他 你美女的时候 你会买自己 今天冷静 你觉得在他面前 有买自己吗 应该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 你只是说还没得了 没 我觉得因为今天早上 我们是差不多 九点钟都过来了 然后差不多 路的话 是从四点多开始 然后到现在 已经都两三点了 已经十七个小时了 然后我做的一个男嘉宾的话 就说一点 一点 这方面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也不太好 因为那么久了嘛 最起码一杯饮料啊 一杯一瓶黄金 最应该买嘛 但是到现在 丝毫没有 第二次的时候 选择的是我 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 那个 肖肖肯定有点生气 这是第一 第二 然后我觉得 就从这一点 可能会减分 对肖肖 然后第二 更能说明他们是 不太适合的 第一轮见面过后 男嘉宾 对女嘉宾的闺蜜 较有眼言 而对真正的女嘉宾 却不太满意 而女嘉宾的闺蜜 对男嘉宾 也是不是满意的 而一直没有表明 自己态度的女嘉宾 又会有着 怎样的看法呢 现在就是说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看了一下你们三个人 对这个男嘉宾的这个印象分值高不高 所以你的微笑告诉我答案吗 就是 一般吧 就 我觉得从外表上面 就给人的安全感不是很强 关键是她一直在你和她之间徘徊 怎么看这一点呢 善变的 自己的那颗心不够稳定 怎么说得那么官方 就是你觉得她是一个就是 她容易被诱惑 然后就是她的 就是她内心很漂浮 不管对什么事情都应该都是这样 就是定力不够 或者是一开始认定的东西 她就会被一些外观的影视 去感染 那现在就是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你们是要揭晓自己的身份呢 还是不揭晓 她一直在旁边等待着这个答案 不不不 否不胜想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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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 你不想告诉她你是女嘉宾 我不想告诉她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对她就是没有太多的演员 然后呢 看着她一开始又猜错了 然后就是 我觉得对今天外面那么热 然后工作也很辛苦 然后我们也泡了半天 我们也很累 然后就是她也没想过给我们买一瓶水 或者是现在要饭点了这么晚 大姐们吃饭 她也没说什么 要不要撑东西 要不要关心一下我们 这些她完全都没有想到 然后呢就是跟我自己的生活 我真的差 就是真的是区别太大了 因为我自己就很独立 我什么事情 反正在外面说年纪这么小 但是也有人取消 也经历了这么多 因为经历很多就是出来之后 很多事情就学着 应该懂得知道 但她27岁了 我觉得这应该不像一个 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一种 有什么她用处事的方法吧 就是她不够成熟 不够体贴 相亲见面还没进行到一半 两边就似乎都有些不太满意了 这样的情况 会随着见面的深入 缓解 还是愈演愈烈呢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在上节节目中 男嘉宾不够体贴的举动 让女嘉宾和闺蜜都颇为失望 而就在我们采访女嘉宾之际 男嘉宾也开始行动起来 只有十个人 你爱她 我爱你 我爱你 他我的人真的 今天已经17岁了 我干嘛单听的 你走到一点点 你走到一点点 你走到什么 你走到什么 哪儿啊 你好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买咖啡 你是在 给自己买咖啡吗 不是 每一个人都有的 你现在才想到 刚才又累又渴了 我早就说了 他们在忙 你可能也看见了 就是我们两个人过来了 那个女孩没过来 你觉得我们三个怎么样 评价一下 都还可以吧 都还可以 因为跳舞的女生 都还可以吧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现在 你不是猜的时候 猜第二轮你猜错了吗 而且你教跳舞的时候 你让我教你 没有让女嘉宾教你 对 然后她有点生气了 然后 你说吗 就然后我们也有点事 然后就是 她反正现在就有点生气 你也知道嘛 女孩子嘛 然后都在这方面 比较少气 然后她现在呢 就 她就不想见你 就是看你怎么办了 反正我们现在有事情 也帮不了你了 对我们也帮不了你了 然后就你自己想一点办法 就 接下来的事情 就 你自己来处理了 不好意思了 好 好吧 拜拜 你买了一二三四杯咖啡 还有 还有 四十杯 买了十杯 对 我刚才说 因为我刚才刷了人头 有十根的嘛 我老师问你 你自己告诉我 你内心的想法 是不是你觉得 你心里面想要的女嘉宾 还是扎丸子头 她的闺蜜 对啊 对 你不喜欢现在这位女嘉宾 反正就是看起很娇小那种 娇小吗 人家内心很强大的 你会被了解过 可能看起需要被别人保护那种嘛 但是我又不是那种 内心的男的 所以说嘉宾聊天很重要 这就是两个人没坐到一起聊天 根本不了解她 你待会儿跟她聊聊天 你会改变你的想法 她是一个芭比 但是是一个金刚芭比 所以其实女嘉宾不是你的第一选择 从你的内心来讲 对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呢 待会儿去 待会儿去打个欠码 你准备用什么方式 我给你买了十杯咖啡 没有啊 就一杯就可以了吗 就一杯就可以了 就一杯就可以了 我帮你做玫瑰花 到时候去嘉宾 我做你成功 道歉 你谢谢人家老板啊 那么漂亮的一束玫瑰花 谢谢 来来来 我帮你拿这个吧 你觉得她拿着这束花 过去会成功吗 这个呀 会吧 因为女孩子 基本上没有女孩子 能够抗拒花了 能够抗拒这么好看的玫瑰花 不一定来拿着手 什么 谢谢 花又不是完蛋的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哪个说 人家那么向心地给你准备道具 你还这样跟人家说 你这个人 怎么这样啊 看一看 你开苏罗了吗 没有 我就怎么办 他也不玩了 我要先跳一段新娘屋 新娘屋 哈喽 大家好 你觉得我漂亮吗 漂亮似的 香香 嗨 来 好喝咖啡吗 刚才不好意思啊 谢谢 谢谢 还有还有 这个东西要为台词的 今天看到你很高兴 刚才可能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接下来下面 我们希望有进一步的认识吧 好 谢谢 喜欢这束花吗 还可以 咖啡店老板送的 好吧 但是呢 是因为确实 他们也在帮男嘉宾加油 因为他也拿出了他相应的态度 所以呢 你要 也给男嘉宾一些时间 其实 刚才男嘉宾在跟我的聊天当中 也说到 他觉得你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 那么从他这句话来讲呢 也不是很了解你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真的要坐下来沟通一下 打消你们彼此之间啊 对对方的这种根本就不真实的这种看法 好吗 好 好 我这是有个问题吧 因为就是我现在他买了房子上 现在是暗节的 我只是想找一个人和我一起 你帮我这个 帮我就是反正是暗节嘛 你想问我一个月收入好不好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说你愿不愿意的话 你一个月收入是好吧 我一个月收入啊 拿到收入只有可能四千块钱 四千 嗯 那月供四号干吗 两千多 一月供 月供是两千多 还相对出才办的 也不是我一个住房工具经营 我本来是办的住房工具经营那个 就是暗节的 我收入是吗 我收入 我收入不等的嘛 等你收入 四千多有完嘛 平均 在五六千六七千 哦就是 就是不固定那种判断的 不固定 如果有一场大活动 我都可以一个月拿几碗 如果每场大活动 应该都几千 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心理气功 是不是 就是圆不圆意的 那种 圆不圆意就是一气那种 如果是这个 如果对感觉好的话 我觉得是怎么样 我最高的问题 我没有问题 我现在领埋还是想问题 想问题 只问了一个问题 男嘉宾就没有任何问题 想再继续了解了 这样的态度 让我们也有些意外 男嘉宾究竟有着 怎样的顾虑呢 经过聊天之后 我觉得女嘉宾呢 性格的一些 还是比较可言 然后人也比较 其实人还是比较独立的 性格其实还是比较可言 然后可能就是 演员方面嘛 可能就是 还是差那么点 原来男嘉宾依然 对女嘉宾没有演员 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也是十分意外 在女嘉宾得知这个情况后 她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通过刚才你们的这个聊天呢 男嘉宾也是 有了自己的一些新的感受 到目前为止 觉得好像对你还是 没有看上眼的这种感觉 她在搞笑吗 谁给她这么大的自信和勇气 她自己说这个话 不是 每个人都有 都有写 我觉得她刚刚说的话 会被这一期 会被什么观众看见 真的会笑死她的 为什么 看她长得像个什么 像一个什么 刚刚那个什么 我送外卖的大哥 说跟她一会儿 不是 就是 然后这个头盔 她今天的穿着 我从一开始有批评她 就是说 但是每一个人 就是她在这个穿着上面 有一个自己的这种看法 我觉得她有什么 她除了就是什么 她工作稳定一点是吧 还要我帮她一起还房供 我当时就笑了其实 在我身边 然后很普通的朋友 然后就什么 能力都比较强 知识比较高 况且别说那些追我的了 然后肯定比她强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没有 就是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我会遇见一个 我第一眼看见她 或者什么 我就会觉得 她就是我想想找的人 可能确实她在说话的 她这种方式上有一些些的欠缺 因为之前呢 刚才去买咖啡的时候 不是那个老板送了一束玫瑰花吗 她真的就说了一句话 让我当时就很 因为女孩子 基本上她没有女孩子 能够抗拒花 能够抗拒这么好看的玫瑰花 不一定的 拉松 好 这样主持人 你把她叫进来一下 我真的很想看看 她内心的勇气是多大 谁给她这么大的自信 就算接这个尾 今天也要我来接 那你先稍等一会儿 好 我去先协调一下好吧 男嘉宾 不知道她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个 刚才跟女嘉宾交流一下 你们也谈了一下这个聊天之后的感想 我再问你一遍 你确实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是不是 反正就是差一点演员嘛 OK 好 因为我们今天也要接尾了 出于对双方的这种尊重 我就说她想来接这个尾 就是现在交代我 她想再跟你聊一下 OK吗 聊一下 可以 好 你心目中的女生是什么样子的 心目中的女生 就是像肖强那种 什么肖强 不知道 肖强都不认识她 我不认识她 我的世界里只有我 你从小就自信心很勉强的 就是对自己比较自信 从小不是那种 长大了就有点 不是 然后因为我原来当过两年兵士 然后在部队锻炼了两年出来 现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强 我对我自己 我每天我都会照镜子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好看了 好 点头吗 可以 可以 然后呢 对我我就是非常的自信 而且我觉得我 看得出来 我就是我经过和你聊天以后 我觉得我 自信心非常好 我觉得我真的很好啊 我觉得 我 我要是一个男人 我自己都快娶了我自己 这可惜我不是 有点可惜我觉得 咖啡厅里的男女嘉宾 现在真的是火药味十足 让我这个主持人在旁边 真的是不知所措 该干什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换一种气氛 不要着急 让他们也稍微调试一下情绪 我们呢也换一种心情放松一下 因为我们的都市频道 又要送出大奖了 赶紧拿出您的手机 点击微信发现当中的摇摇 进入到互动电视等待识别 123让我们摇起来 好的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都是你的 我必须过来那个 我必须要过来那个调节一下 喊一下站挺 我觉得这个 这个越说越跑题了 来两位请起立一下 必须要打断你们 我觉得这个越说越跑题了 可能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 在面对情感的时候 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想法 当然我们的男嘉宾 在这个个性上面 可能为人处事上面 有一种自己的方式方法 这个呢我们很难去改变别人 只能说作为朋友 我们可以适当的 去有时候提醒一下 来这束花呢 是男嘉宾最开始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嘛 至少说他就像买了一杯咖啡一样 纠正了一下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花 今天你们两个的态度也很明确了 男嘉宾来说吧 我希望女嘉宾的可能 就是在今后 就是能找到合适的那个他嘛 我觉得第一啊 我先 其实我想先把这束花 先还给你 然后呢就是也希望 你自己也找到自己的幸福 然后我自己也一定能够 找到我自己的幸福 好 我在这呢 也祝福你们两位啊 找到自己心中 真的是非常喜欢的那一位 所以我也希望 最后你们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爱情 如果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 对他们两位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找到他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8615868 同时我们要感谢周志福珠宝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赞助 接下来不要走开 非常精彩的真婚秀 等着大家